那接下來帶大家來關注社會焦點 曾經是台灣偶像男團 可咪小子創始團員的這一名 拿著外套遮住臉的張耀文 他後來是在華碩電腦擔任採購經理 但是卻涉嫌收受回扣將近上千萬元 在2023年時 一審是判處他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張耀文不服上訴 而高等法院在14號的時候 是維持了一審的判決 仍然將他依照背信罪 被判處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定驗 需要入獄服刑 2001年張耀文憑竊著181公分的身高 和優秀的中英文雙語能力 成為了可咪小子偶像團體 創始的11名成員 但是因為經濟公司 最終決定以6人團體出道 因此張耀文就成為了遺珠 而他後來進入華碩電腦工作 一路晉升到了策略採購部副理 負責採購還有議價等業務 不過他在2016年 利用公司有意採購SIM卡簽約前 引進大疆公司與SIM卡代理商接洽 借取烘台價格 並且從中收受回扣上千萬元 2020年華碩積查時發現異常 報案之後才讓全案曝光 2023年士林地院審理 依照背信罪判他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決案上訴之後高等法院依照大疆公司負責人的證詞 以及張楠的帳戶資料 仍然認定張耀文被信犯刑明確駁回上訴 仍判處他兩年六個月徒刑確定需要入獄 下一則新聞呢讓我們一起看到的是 長榮集團遺故總裁張榮發 他在2014年的時候立下了密封遺嘱 指定由二房的獨子張國偉接任總裁 並且單獨繼承百億的遺產 引發了大房的不滿 大房三子張國正提出確認遺嘱無效的訴訟 那麼在昨天最高法院駁回張國正的上訴 認定遺嘱有效 所以張國偉可以獲得超過141元的遺產 法院認為張榮發算在密封遺嘱做成前兩三年 因為因病住院治療 並且在密封遺嘱後有瞻望症候群等現象 但並無任何資料或者是醫師的診斷書 可以證明他在密封遺嘱做成時沒有遺嘱能力 而且密封遺嘱上張榮發的簽名 經送調查局進行筆記鑑定 結果與他在2011年至2015年 在張榮發基金會董事會議上 簽名部台大醫院同意書上簽名的結構布局 書寫習慣相符可以認定是張榮發期簽 另外公證人將密封遺嘱連同公證書 吸回概用綱印 與公證書上密封遺嘱的製作地點 並無誤載情況 符合民法規定的要素因此判定遺嘱有效 張國偉可以獲得超過140億元的遺產 另外一起官司落幕的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藝人黃嘉謙以及夏克力的離婚官司 這場離婚官司傳送了兩年多 終於在昨天的時候是落幕了 那日前黃嘉謙出席舞台劇記者會的時候 他就有透露說官司將會在8月收尾 沒有想到在8月中就順利解決 而對此黃嘉謙也親自做出了回應 黃嘉謙透過經紀人回應ETtoday星光雲 低調地說黃嘉謙所有訴求法院都獲准 而嘉謙得知之後感到欣慰 感謝司法感謝大家 2022年黃嘉謙向士林地院訴請離婚 但是兩個人在夏克力的家鄉加拿大也有訴訟 夏克力之前透露說自己為官司已經燒了560萬 更說有2億的資產在黃嘉謙手上 而對此黃嘉謙也打破沉默說 自己沒取得加拿大的公民身份 都是因為夏克力不願辦理 而自己被向打冰上驅棍球食堡之後 擔憂報警會與家人分開 只好向好友郎祖雲求助 郎祖雲才替他介紹在加拿大的律師朋友 並且提出離婚訴訟 最終在加拿大一審勝訴 並且駁回夏克力的二審要求 黃嘉謙才依法帶著家人返回台灣打離婚官司 而士林地院加士庭經過702天的審理 認為雙方在審理時有何回覆 夫妻感情積極作為 顯見情感嚴重破裂 客觀難以期待繼續經營幸福婚姻等等 於是在14日判准離婚 這份事件帶您持續來看到的是 房地產教父曾文龍博士 他在13號遭到女網友指控 疑似在台北捷運車廂裡面 偷拍女乘客的群體風光 經過披露之後外界嘩然 而曾文龍昨天中午到北市的大安警分局 敦化南路派出所 對PO文的女子進行提告 警方依規定受理 將會傳喚PO文女子道案說明 釐清案情真相 說我偷拍群體 那網路很多人問他 群體不是要去下面拍嗎 那麼遠怎麼拍 那網路現在 原來大家都罵我 你知道嗎 那我把律師喊公布之後 人家注意看 你這個女生 你沒有任何證據 她說你會被告示 她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那個 底部頭髮在哪裡 而且那個乘客在對面一排 每個人穿旗子跟褲子 你離那麼遠 她就毀謀我 洩漏個性 曾文龍強調 她是拍攝捷運車廂的對面一排乘客 每個人都穿裙子 褲子距離那麼遠 她誹謗我拍女乘客群體 所以她也要提告妨礙名譽 和妨礙秘密罪 昨天一堆媒體轉傳 對我來說是個傷害 她強調壞人一定要打擊 我請律師發布公告後 立刻來提告 曾文龍無奈地表示 她因為年紀大了 看手機警備要升職 把手機拿高 可能因為這樣的動作 造成對方的誤會 但在捷運上 拍眾多乘客是合法的 反倒是女乘客主動檢查她的手機 和散播她的個資是不合法的 曾文龍並當場打開手機相簿操作 手機相簿內 都是她隨手拍的 城市警官和個人照片 但警方受理案件之後 依案件單一窗口規定 將轉給告訴人所在地 內湖分局接手 後續將會傳喚女網友答案說明 接著要帶大家來看 真的是被法院認定是偷拍變態的 她是誰呢 她就是當時曾經 是日市林地檢署的書記官 林皓倫 她在偵查大樓等地方偷拍 而且她犯行高達80次 至少有21名的被害者 在一審的時候 她是被判有期徒刑4年 目前全案還在上訴當中 不過另外她也被發現 她居然還濫用權限 因為她的那個職務 她是可以管理這個髒務庫 結果她居然就利用她的職權 調閱其他變態偷拍狂 來偷拍的這些畫面 而且她還轉存高達了 304G帶回家珍藏 根本就是把這個髒務庫 當成是自己的創意私房 於是她也被依公務員 侵佔公有財務等罪嫌起訴 士林地院在昨天是首度開庭 而對此林皓倫則是認罪 並且表達了深深的回憶 林皓倫 林皓倫 你不能這樣子啦 你怎麼可以這樣從後面偷跑咧 頭也不回 把腿狂奔的是 士林地檢署前書記官林皓倫 她因為任職期間在偵查大樓等處 偷拍高達80次 造成至少21名被害人 一審遭判有期徒刑4年 全案上訴中 她另被發現色濫用權限 調閱其他變態偷拍款的偷拍畫面 轉存帶回珍藏 被依公務員侵佔公有財務等罪起訴 士林地院首開庭 林認罪並表達了深深的回憶 好的 那麼因為最近其實已經是農曆7月半了嘛 那今天會常常發生一些 人嚇人嚇死人的事件喔 那有一名機車師傅呢 近日在替客人修理機車的時候呢 他就把這個車廂 置物箱呢打開 結果沒有想到呢 赫然發現裡面呢 有一顆面部朝下的女性人頭喔 讓他當場是嚇得站起來 往後退了好幾步 一度呢以為自己是遇到了分屍案 直到冷靜下來回頭查看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是美髮師練習用的人頭 影片中可以看見 男師傅9日在店內修理客人的機車 因為維修需要伸手打開置物箱 沒有想到陰入眼簾的 竟然是一顆被長髮覆蓋的斷頭 嚇得他當場雙手一縮 趕忙往店內走去 試圖平復情緒 過了一段時間 師傅冷靜下來 默默折返 好不容易鼓足勇氣再次打開車廂 這才發現是美髮師用來練習技術 俗稱小美的假人頭 讓他氣得把監視器PO網大罵 而許多網友呢 看完之後也紛紛笑說 7月半看到這個 這一刻真的會被嚇到 好 那麼7月也是炎炎夏日的時候 那很多可愛的女生就在這個時候 到海邊玩耍並且穿上比基尼 那我們馬上就要來看到的是 中系兄弟啦啦隊 Passion Sister成員短金 他因為甜美的外型 穿粉了不少粉絲 更成為許多球迷心中的啦啦隊女神 他平時非常用心的經營社群 不吝嗇與粉絲分享他的日常 昨天呢他就PO出了一系列 自己在綠島的比基尼辣罩 天文一出呢 立刻吸收了非常多粉絲按讚 透過短金分享的照片 可以看到他身穿一件淺粉色的 亮片比基尼 上衣的設計相當簡約 而且完美展現他傲人的好身材 短金把頭髮編成側邊的辮子 搭配一副大型黑色太陽眼鏡 整體形象既時尚又自在 他對鏡頭露出淡淡的微笑 表情甜美而且自然 似乎正在享受 與大自然親近的美好時光 在其他張照片當中 短金站在礁石與潛水區之間 做出略微側身的動作 他使而把雙手自然捶放 使而把手撐在額頭上方 似乎正在遮擋陽光或是凝視遠方 而為此呢短金在文中透露 這套亮色比基尼是他六年前買的 但一直沒有機會穿上 這次終於能在綠島秀一波 而一系列的照片曝光之後 除了先以不少網友朝聖按讚之外 同時也留言表示 太正了 怎麼可以這麼美啊 紛紛大讚他的身材 實在太火辣 彷彿美人魚的化身 接著讓我們看到的是 中信兄弟在台東擔任主場球隊 並且與富邦漢將進行兩連戰 那這個時候呢 台東縣長姚慶玲 他就擔任了開球嘉賓 並且他身上是穿著兄弟的球衣 不過呢 他就在開球時的時候 先提及了客隊球員張育成 引發了相當大的熱議 楊慶的臉書遭到冠報 因為球迷們直言相當不尊重主場球隊 大家今天可能 都是要來看他們 其中有一位 是大家最喜歡最期待的 我們的國防部長張育成 希望他今天 有沒有人是為了他來的 有沒有 兩隊其實都有非常多 台東的選手 當然都有很多 我們台東的直放球員 社會消息一旦你看到的是 台南六甲區珊瑚路 一處農機行 在13日的時候 發生了一場大火 帶走了陳姓一家五口的生命 只剩下出國舞蹈演出的 13歲長女獨活 那昨天呢 立委林俊憲前往殯儀館上香致役 並且呢 表示市長黃偉哲 將替陳家大女兒成立教育基金 讓她未來的求學過程 可以不用煩惱 而另外六甲區公所也公布了 和家屬所提供的長女郵局 捐款帳戶 希望讓小孩子在未來的生活 還有求學過程 能夠無益 台南市六甲區珊瑚路 一處農機行 13號凌晨一場惡火 造成陳姓一家五口 不幸身亡 只剩出國參加舞蹈演出的 13歲長女逃過一劫 14號下午立委林俊憲 前往殯儀館上香致役 離開時她神情凝重 接受訪問時表示 市長黃偉哲將替全家大女兒 成立教育基金 希望讓她未來的求學過程 不用為了金錢煩惱 另外六甲區公所也公布了 幸存長女的郵局捐款帳號 希望能讓小孩未來生活 與求學過程無餘 我們會把她成立一個教育基金 那希望讓這位 希望到這個小女兒 在以後受教育 以及她能夠有 不用再煩惱 這個金錢上的問題 因為他們就是有一些 告別式要辦理的一些問題 像我們地方的議員 大家也都會來欣賞她 提到小女兒現在的那個狀況 他們會保護她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 保護這個小女神好不好 好